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1436集 道谢 作为一个有风度的男人,哈罗德的确应该去向周城道谢 周城不仅是间接救了他的命,也避免了酒店遭受更大的损失 今天这样的情况,除非哈罗德肯乖乖站着不动被赫克托干掉 会场里无辜的失伤们肯定会受到更大的牵连 现在只有保镖受伤,利普顿教授不幸被榴弹击中 其他都是惊慌之下的摔伤或者撞伤已经算非常轻微的损失了 威尔逊酒店经过此事,声誉肯定大受影响 但这和周城下小兰都无关,是哈罗德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在肖民恶劣影响前,于公于私,他都要向周城道谢 哈罗德自己推了推轮椅 走吧,我们去见见他那个小男友 人家就是年轻,胆子可一点都不小 满场都在喊布鲁斯利 艾伦都能想象哈罗德当时的脸有多么绿 为了接近夏小姐而赞助的CW建筑设计比赛 最终让夏小姐的华国男友大出风头 可怜的哈罗德先生,此时心里一定十分难受 艾伦管家把嘴巴闭得紧紧的 决定不再刺激倒霉的雇主 说倒霉吧,又极为幸运 赫克托这个潜在威胁解决了 没有CW建筑设计比赛颁奖 赫克托也会选择其他方式动手 谁知道那时候哈罗德还有没有那个好运躲过去 夏小兰正说要找哈罗德呢 哈罗德自己就送上门了 两个男人终于近距离面对面交流 哈罗德坐在轮椅上 矮了大半截个子 气势也没那么强了 周先生,我个人非常感激你在关键时刻制服了歹徒 你救了我,也避免了其他人被歹徒伤害 周成摇头 不用谢,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 为美国人民,他不会那么拼命 出手就无辜路人士道义,却不是周成的责任 他主要还是为了小兰的安全 只要小兰没有脱离危险 有一丁点被榴弹击中的危险 周成不会放开赫克托 必须要把那人牢牢牵制住 赫克托也不是吃素的 前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军人 又能担任威尔逊酒店安全主管 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着各项体能训练 枪法准,身体素质也出众 周成手上没武器 好几次都差点被赫克托开枪打中 哈罗德看出来了 周成根本不稀罕他的感激 好像救了一个亿万富翁 对周成来说和救了一个路人甲 没什么差别 哈罗德从艾伦手里接过一个信封 周先生,这是我对你的一点感激 你一定要收下 欠谁的人情都行 欠周成的不行 周成诧异地看了哈罗德一眼 你不要告诉我 这里面装的是支票 你们美国人真奇怪 什么东西都能用金钱来衡量 也包括自己的生命 他是不知道 哈罗德把自己生命看得价值积许 周成本来就不是为了救哈罗德出手 自然不会拿这个钱 根本没有去接哈罗德的信封 周成直接拒绝 如果哈罗德先生想表达感谢 不如帮我阻止这些记者的报道 哦,还有警局的表彰 警察局知道他是持签证过来的华人后 一定要给大使馆去喊感谢 以为华国人就是喜欢这一套 周成和夏小兰再三拒绝 人家还以为华国人谦虚呢 这就非常要命了 还有那些记者一直缠着周成 问他是不是刚进军好莱坞的华国功夫演员 长得帅还能打 康奈尔大学的那些人喊他是 布鲁斯利也有原因的呀 真要报道出去 周成捣不捣霉不好说 放他偷偷离团的防队长 第一个要捣霉 哈罗德不由再次确认了一下 你就是有这个要求 这个华国男人到底知道不知道自己拒绝了什么 信封里当然是支票 支票数额 一般华国人别说一辈子 就是十辈子都赚不到啊 嗯 就这一个 哈罗德先生你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我要带小兰先回去了 我怕她今天受到了惊吓 夏小兰眼睛亮得像小灯泡一样 受到个屁的惊吓呀 对 我们先回去了 哈罗德先生应该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记者和警局那边就拜托了 说完 两人牵着手就走了 哈罗德不仅是受伤的脚疼 心肝脾肺都不舒服 百万美元 他能赚到吗 就这样拒绝了 艾伦 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穷人可笑的自尊心 什么都是假的 能花的美元才是真的 怕接了他的钱就会心理上矮了一截 不敢接受 艾伦管家没说话 他觉得周成不是脑子有问题 人家知道了支票数额也不会后悔 那个年轻的华国男人根本没把钱放在眼里 哈罗德先生是不是亿万富翁 并不能带给对方压力 除非哈罗德先生真的吸引了夏小姐的目光 周先生才会动容吧 艾伦虽然拿的是哈罗德的工资 也不得不承认 夏小兰的眼光非常好 他找的男朋友 是一个关键时刻 会为了他站出来制服持枪歹徒的勇敢骑士 只有勇气没本事的叫笨蛋 有勇气还有实力 确实能救下公主的才叫骑士 周先生就是骑士啊 谁见过骑士救了人还会收钱的 哪怕迪士尼的动画片里 也是公主被抓 国王悬赏 最终骑士救回公主 国王赠予了金银宝藏 可怜的哈罗德先生是要演老国王吗 白白打好了舞台 却成全了别人的出场 国王拥有财富 骑士却拥有了公主 艾伦干克医生转移话题 先生 他们有点说的对 您要处理的事情有许多 那些记者 恐怕会将哈克特的事 写成专题报道 您花费了精力将皇后区 威尔逊酒店整理好 这件枪击案 会不会影响您的后续计划呢 去年匆匆离开鹏城 回美国就是为了处理酒店的事 好不容易重新整顿了酒店 还计划在华盛顿开新店 哈罗德有意将威尔逊酒店 打造成连锁品牌 华盛顿那边的土地都买下了 遇上这种事 报纸和电视台一定非常有报道的冲动 带来的影响力 却不一定是好的 被解雇的前安全主管 可以轻易潜入酒店 威尔逊酒店的安全性 会让客人望而却步吧 真是一件麻烦的事 这种情况下 哈罗德先生不该纠结男女感情 那点小事 毕竟一个男人连事业都搞不定 对优秀异性的吸引力 绝对会大大降低